哈喽,欢迎收看卡尔说球,我是卡尔 今天为大家带来日本甲级足球联赛J1League 22轮 路导路角主场对阵,札晃刚萨多 台湾时间8月6日,下午6点开梯 两队近5次交手呢 组队路导路角是取得三胜两合的战绩 并且本季5月路导路角才刚做客踢关成功过 该场路导路角展现出可怕的防守反击能力 仅35%的控球率缴出了9次射门,4次射程的优秀成绩 这还是建立在早晚光萨多增长65%控球率 12次射门以及14次缴球的情况下 而早晚光萨多算是进攻强悍 但防守端漏洞百出的队伍 遇上路导路角真的就踢得很闷 上一次交手就非常明显 而路导路角过往在主场都能大比分的胜出 并且早晚光萨多不论主客场都是无尽球居多 但在7月16日与FC东京的赛事中 路导路角的左后卫安西信辉 在比赛快结束了90分钟时被直红罚出场 因此这场比赛将不能上场 这对于路导路角的左后防其实是个隐忧 可对于早晚光萨多这种进攻像发疯一样的球队来说 透过整个联防调度是可以弥补这个问题的 并且即便路导路角有左后防的问题 早晚光萨多这种防守松散的球队 让他们的反击的状况应该会更加轻松 反倒在进攻端应该会有更好的射门空间 而早晚光萨多也刚刚在天王杯中输给了柏雷素尔 并且近6次对上J1的队伍 一胜未得 只能在日延杯以及天王杯中找低层级球队出气 也看得出他们跟过往几季一样 容易在寂寞滑铁路 这对于要拼抢积分的路导路角来说 确实是一件好事 这场我认为路导路角应该会持续的有失球的情况 但面对到整体防守几率不佳的早晃光刚萨多 应该能透过进攻端惩罚对手 这边会推荐主场的路导路角取胜 这边推荐主胜大小分为2.5大 比分为2比1以及3比1 也推荐上半场的合局 那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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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